现在来看的是一场跨国的音乐交流 台湾跟日本文化交流和唱音乐会 是为22号亚本两点 在中华市介绍新闻的文官机型 有来自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里 劳道卡和唱团参户这场演唱会 做会来演唱所谓的音乐故事 严调兄亲来欣赏 这场音乐会是由中华市的道士馆和唱团 机会郑珊珊老苏所情生唱会 连老苏利用今年到日本探亲的机会 请日本当间合唱协会 协助安排拜访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里劳道卡合唱团 所以这次的台北签影来到台湾进行交流演唱 希望就有这个机会 提升中华市合唱团的追踪 竟然更多人对合唱的幸福 这就是台湾文化的交流 我们中华市的道士馆 由我们指挥郑珊珊老师 当这个连人来演出 可以说是一个高追尊的音乐想念 欢迎各位诚心思团 大家可以拿早点做 来收听这非常意欲的东西 除了合唱的歌声以外 也希望就有这个机会 可以提升我们中华 和日本之间的优移和文化的交流 可以跟彼此的优贼做一个学习 提升我们中华人的文化和音乐追踪 副市长也讲到 感谢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里劳道卡合唱团 将来中华演出 这种音乐会对中华来说 是真难得的机会和体验 希望就由民间文化交流 带动市民的音乐感受和提升市民的音乐作用 欢迎所有嘉义音乐器人朋友 拥有产物既定文化信费 新中华新闻8名中华彩虹报道